你到我們的首頁,就是OneNote的這個首頁,往下捲動一下 就會看到我這個取消字體 好,這裡也取消一下 在這邊,有沒有,這是官方的一個說明的影片 這樣比較小一點,我把它放大好了 有沒有,我們在室內會先畫所謂的平面圖 有沒有看過室內設計的平面圖 像這樣子,然後再把家具擺進來 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先畫平面圖 你也可以從外面叫進來,有沒有 比如說我在外面畫好了 然後把它當做一個底圖 然後呢,把牆壁準備起來 接著你可以調牆壁的什麼 寬隙啊,還有那個角度都可以調 門窗,對不對,門窗先有 再來加什麼,地板 因為每一個空間的地板,比如說廚房的地板跟什麼 你房間地板,我們會用不一樣的材質,對不對 有沒有,這樣我們剛剛一樣,是不是設材質了 然後是在擺家具 最後,你才可以,外面的家具 如果萬一不在模型裡面,你可以叫進來 然後呢,最後你再確認一下,所有的顏色啦 尺寸啊,對不對 最後產生什麼,照片 然後呢,誒,我們還可以做攝影機喔 可以做動畫的喔 有沒有看到,紫北針 加上什麼,日光 這樣有感覺了嗎 對不對 最後你就可以輸出 那它很特別的,你看它的輸出的部分 輸出的部分呢,除了我們剛剛的 單張的所謂的點證圖以外 它還可以把我們做的平面圖輸出成SVG SVG歌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看過,沒有 但是你要知道,新的瀏覽器 HTML5標準的項量格式就是SVG Flash總有聽過吧 但是Flash不行的應該知道嘛 因為Flash基本上不算是網頁的標準 可是呢,現在新的就是 就是瀏覽器的標準就是 向量檔就是SVG 所以放大縮小不失真 那這種格式你可以到 Eletraider啊,Call之後這類軟體去編輯 所以你做好的,我們剛剛做好的這些 上面的這個平面圖有沒有 這個平面圖,你就可以輸出給 一般的平面編輯軟體來使用 他在做的時候就方便 像我們有那個同學啊 因為我是視傳系嘛 那同學他們要做什麼?展場設計 比如說他們畢製啊 或者是說像最近那個新一代設計展 他們就要去佈置現場 那他們很多,很多同學就用這個軟體來做 因為他一弄完整個現場就出來了 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速度會非常快 好,那這個呢 像這樣有沒有 你還可以怎麼樣 PDF跟什麼 剛剛還有一個OPJ 你可以跟別的3D軟體做模型上的交換 所以他最大好處就是 可以匯入別人的3D模型 也可以把自己做好的 匯出給標準的那些3D軟體來用 所以這個是我們SweetHome 3D的特點 那各位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等一下我換另外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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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